这是路过市民用手机拍下的视频 一辆242公交车斜着停在了路口中间 被撞伤的是个男孩 大概15、16岁 躺在地上动不了了 120医护人员赶到后 将他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 公交车司机说 当时他的车是北向南正常执行 孩子是西向东过马路 说到事故原因 他说这事本来不该发生 他从那儿 这怎么办怎么从那儿 小孩俩人小孩跟他玩 我找一步三个小孩一共 我找一步他找一步 然后咱们这车停了 转转车停了 我这不正常走吗 小孩俩人停了 中间那个走出去了 据了解 当时公交车上还拉了满满一车的乘客 这一急刹车乘客都往前涌 好在没人受伤 为了不耽误大伙的时间 公交车司机赶紧联系后车疏导乘客 事故发生后 公交车司机第一时间联系了孩子的家长 我给家长打电话了 已经上寺院去了 我这边处理完这个我得赶紧上寺院去 记者赶到医院 看到了事故中受伤的男孩 男孩今年上初三 当时正准备去书店买书 记者看到 男孩意识还算清醒 但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具体伤情还在等待检查结果出来 这就怪了 到底是谁闯了红灯啊 路口监控视频显示 当时公交车行驶方向一直是绿灯 路边有很多行人在耐心等候 这时在车流的间隙 有两辆非机动车率先闯红灯进入了路口 三个孩子见状也一起走上了斑马线 看到公交车时 其中一个孩子站住了 另外两孩子想抢一步 就在这时事故发生了 直到孩子倒地后 路口的信号灯才发生变化